礼拜三下午五点多下班时间 IT理事主席罗森伯格被募集低调进入新北市府 新北被动真实与侯友宜见面 隔天公布细节两人闭面柜台约一个小时 除了支持台美紧密合作 侯友宜也分享国阵播话内容 昨天的气氛非常好 双方做非常好的沟通 昨天晚上的详细的事情 详细的情况 真的不方便做相关的转述 再讲一次 因为我是受邀的宾客之一 那美方面特别交代 后面16小时之后公布的双方互动 包括两人搭台铁到平溪共进晚餐 最后一起放天灯 侯友已写下台美交流 有余长存 罗森伯格则画出红色爱心 祈愿台美交流 用天灯点亮世界带来希望 由于昨天的活动时间结束的叫晚 已经是深夜 因此基于双方的默契 相关的内容和讯息 已经在今天早上对外发布 看起来温馨友好的内容 却迟迟不公布 甚至隔天上午才发出新闻稿 相较于上一次总统大选 当时的ART主席默契与蔡总统 及国民党选将 韩国瑜会面都是大方公开 但规格这次见侯如此低调 隔天见赖却早早预告 美方的立场一定说是一样了 就是他不会变 那是不是赖清德那一方选举办公室急了 所以选择可能放话给媒体记者公开 可能当我们国家的元首的 这个可以再展现一点更大开大合的这个风格 民进党等于是没有变数 他对没有变数的东西自然是好掌控 到底是侯友宜过于谨慎小心 还是美方对蓝绿有差别待遇 支持者各自解读